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原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艺术 我们给大家介绍古丽的一盘棋 古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棋手 也是中国围棋界的领军人物 那么古丽的棋在大局观 特别开局这方面有独到的心得 可以说境界是非常的高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在第六届春兰杯赛中 和日本何也林九段的一局棋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是由何也林执黑先行 开局采取了当时非常流行的 一个中国流布局 那么黑棋挂了以后 白棋然后大飞 这个是在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法 大飞是相对于普通的拆来说 一个改进版 既照顾到边上 也想照顾到脚上 那么这个也是追求高效率的一手棋 那么接下来白棋怎么来破黑棋的阵地 这个鼓励的招法也是值得我们欣赏 值得我们欣赏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白棋采取的是尖冲 这个也可以说是非常大棋的一手 不拘泥于局部的得失 那么黑棋贴起来 这个也是正常的 如果只是爬山路的话 一般来说还是不太可能 白棋可能退或者也可能跳 因为从普通的布局来说 就是说压四路 不压山 压山路 或者说是你山路爬和四路长的交换 在布局阶段 一般来说还是走在山路的一方 稍微吃亏一点点 稍微吃亏一点点 所以黑棋选择的贴 那么这时候白棋再拖 黑棋搬 白棋再拖 白棋的构思就是如果直接走的话 把这个黑棋走后了以后 当我再来的时候 那么黑棋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硬 那肯定会直接来反击 这个也是他先兼冲一下的意图 那么黑棋贴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后市的张上 那么白棋交换两下以后 在脚下留下一些鱼味 再跳一个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潇洒 这时候呢 黑棋也不太肯呢 这个是就去吃掉 这个吃掉呢 虽然非常诱惑人 但是相对来说呢 这个还是有点贪图小利了 因为吃掉这个脚呢 但是脚上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坏 因为白棋以后就简单的一场 这个黑棋怎么来杀它是个问题 因为你不能让白棋 在这一带呢 有先手 因为这一带有了先手以后 你虽然能杀它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冲了架来杀它 但是呢 白棋获得了先手以后呢 在这里 就会有先手挡的余力 黑棋帮张或者利 那么白棋呢 再见 这样的黑棋明显呢 有点了这个贪图呢 这个小利了 这个外面还有虎的介余 这个是黑棋呢 不可能 所以当白棋长的时候 那么黑棋呢 也是非常厚实的啊 先跟着挖章 这个还没有挖章 那么白棋在外面呢 获得了一定的便宜以后呢 再开始这个火角 为什么要交换这几下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因为走厚实了以后 这些黑棋就不可能 这么再跟着硬了 现在黑棋呢 如果再取外式的话呢 显然这里过于的呢 这个重复了 过于的重复了 这个时候呢 黑棋当然是选择打车 黑棋并不是完全为了要守住实地 黑棋呢 主要是要把白棋这几个子当做一个这个攻击的对象啊 由于黑棋很厚啊 如果白棋这个孤棋被黑棋攻击起来呢 那么这个黑棋的后势呢 就有发挥的余地 那么白棋搬 黑棋点啊 意图非常的明确了 要攻击白棋啊 那么白棋怎么处理 也是一个这个难题啊 但这时候呢 鼓励呢 先教了我们一招 诶 断 这个弃一颗子啊 这个可以说是投石问路的好手 这个让黑棋呢 有点难受 如果你吃在这 这显然不好 那么白棋一爬 这个脚上呢 就已经活了 这个黑棋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呢 黑棋呢 要如果拐打的话呢 那白棋再长 继续去 让你呢 这个难受 补在上面 那这个挡又变成先手 还是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你如果走底下呢 那么上面无形中啊 就多出了呢 不少的这个先手借用 压一个或者跳一个等等 所以黑棋一看 怎么跟着硬都要被白棋这个便宜了 所以干脆呢 一不做二不休 就拐到里面去了 干脆吃在这里吃大的 反正要被你便宜 那么拐在这呢 同时呢 对白棋的这个眼位也有威胁 本来有一只铁眼 现在呢 变成了一只后手眼 当然白棋长啊 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通过这个弃子以后呢 白棋获得了这个 非常舒服的 这一压的先手 这个便宜 黑棋子呢 不啊 这个这样不好 这样反而呢 由于这个是先手 是吧 反而呢 臭白棋的这个掉 是吧 你虎一下 虽然也补掉毛病了 但是呢 反而帮白棋忙 白棋以后可以打支 这个长还是先手 这个黑棋反而呢 没有好的后续手动 所以干脆补助 那么白棋呢 也可以愉快的呢 打一下 然后再靠啊 这个白棋呢 寻求这个整形 那么接下来黑棋点 继续呢 对白棋发动攻击 点的目的呢 是非常的明确 下一步呢 就是要冲断 吃掉你 那么 作为普通的来说 点一个 那白棋沾上 自然呢 防止被黑棋吃掉 也是呢 这个必然的意思 也是必然的意思 那么这个 在看似必然的一首啊 的话呢 这个白棋当然也没有 什么坏的道理啊 不过 在此时此刻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 鼓励啊 给我们 一个这个非常精彩的 这个手段 也可以说呢 在这个布局阶段 非常精彩的一个这个 这个构思啊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个鼓励是怎样 利用这个气质的 我们来看一看 点了张上 那么 黑棋接下来呢 可以跳啊 白棋整块棋啊 由于底下还只有一只后手野 整块棋来说呢 还是处于被这个 这个黑棋啊 这个是攻击的范围 那么如果只是这样下的话呢 那么只能说呢 是一个比较平淡的这个棋手 但是作为这个超一流的鼓励 在这黑棋啊 点的时候 下出了一部非常精彩的这个棋啊 也是靠 反击 这个呢 确实是不容易想到 而且很需要的 就是说是 非常大的这个魄力啊 这个并不是说呢 它一步起啊 这个 关系到后面的这个计算 以及这个整体的这个构思 这个确实是非常漂亮的意思 白棋不肯老老实实战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 这个招法呢 就有点 这个一本道啊 我们常说的 就是必然的 黑棋当然不可能被白棋 吃掉这个字 那么黑棋要冲出来 白棋 既然靠了这个以后 也呢 没有这个回头的路啊 也没有回头路了 你不能再回头再沾山 那个这个 对它或者说是 一退啊 或者说是一拐 这个呢 就变成这个 损招了 所以白棋要藏出来 那么藏出来的话呢 黑棋 这个时候只有冲端 白棋断 黑棋虎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白棋是 这个整块棋啊 是非常的危险 啊 那么白棋先张一下 就算死 也得有点 留些余味 黑棋先压 嗯 这个时候 白棋藏出来 也是必然的啊 也是必然的 这个必须要藏出来啊 虽然 这时候 哎 贴在这里 好像能够以一个虎口的姿态 连回去 感觉上呢 还是不错 不过呢 由于这两个子啊 损的比较多 被黑棋这么啊 牢牢的吃住的话 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肯的啊 这个这里呢 两个子被吃掉以后 黑棋这个局部啊 太厚实啊 非常的这个厚实 那么呃 而且呢 外面的话 依然长流的这个断点 还得去补啊 而且即使补了以后 白棋这块棋啊 也可以说呢 还是一整块的这个 估起啊 一整块的这个估起 这个肯定也是 这个不肯啊 也是不肯的 那么 呃 这个呢 白棋 这个靠 可以说呢 毫无作用 啊 毫无作用 所以这时候白棋 必死的 凝死这一大块 也不能把这两个子 给黑棋吃 所以白棋要长 那么黑棋这一段 这时候 这块棋 就 死掉 啊 这块棋 当然这个死掉呢 可以说是这个鼓励啊 精心的设计好的 这个 棋子作战方法啊 那么死了以后 看上去外面白棋 似乎啊 还是有点这个 支离破碎的感觉啊 支离破碎的感觉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白棋啊 也有很好的这个 棋子的这个 作战的构思啊 而这个构思应该来说 在靠着不起的时候 白棋呢 就是 计算到的 如果没有 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好的后续手段的话呢 白棋是不会啊 这么轻易的 把这块大龙呢 就丢掉的 那么 呃 接下来 白棋有什么 这个好的 后续的这个 连贯的这个 这个招法啊 我们呢 可以呢 好好的来 欣赏一下 这个也可以说是 白棋弃子之所以能 成功的 关键之处 白棋 接下来 靠啊 这个 由于 这里 都是先手啊 黑棋呢 不能冲 这个拐头 这个长头是先手 黑棋当然是不能冲这个啊 如果冲这个 这个白棋 打了一耙 黑棋明显不行 所以呢 黑棋这个时候只能 夹过去 嗯 白棋呢 再沾上 黑棋度过啊 这个一路度过呢 呃 当然是很委屈啊 这个同时呢 那以后这个 铺了铺的话呢 黑棋的气呢 比较紧 那么这时候 白棋由于 这里有一些先手 当然这个先手 不能轻易走掉啊 要保留 那么白棋呢 在这里 就可以走出呢 比较强硬的 哎 躁住 刚才说了 这块棋 的气 啊 是 比较紧的 黑棋呢 在这里 不能呢 轻举万动 啊 不能轻举万动 挽回收器 也不能考虑啊 这个收器 外面 这个丢盔卸甲 那么 黑棋呢 还是必须呢 在外面啊 这个 求活啊 在外面求活 那么 由于白棋这里 还有种种先手 所以黑棋呢 要非常的小心 有黑棋呢 走的是小尖 在这里 黑棋确实呢 也是 这个 小心翼翼啊 这个贴当然是不行 这个贴是点心的束手 贴的话 白棋这个正好是先手 然后你还要补这个 那么白棋呢 再一拐 这个头呢 依然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呢 那你这两手呢 还有可能啊 把自己的气呢 给紧住了 这个 所以贴是束手 那么这个棋呢 嗯 小尖一个 相对呢 是 不错的招法啊 在这呢 黑棋也是 走出了最 顽强的这个手段 由于下一步要压死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这个不能保留了 得先压一下 那么黑棋顺手一打吃 白棋呢 在盖住 白棋总之来说 这个头 是绝对不能让黑棋出来 拿出来的 那么头出来的话呢 黑棋呢 就只能呢 想办法就地做活 啊 想办法就地做活 因为这个 棋 再去收气吃的话 啊 我们一直强调过就是 本身自己往里填空 啊 木树很委屈 而且这个尾巴 由于这个街部威比较多 这些纸啊 都有可能呢 会掉 那样呢 肯定是不会便宜的 所以呢 黑棋呢 只有这个 在这里 就地 想办法就地做活 那么就地做活呢 由于受到这个纸的限制 那么就只有呢 来一些这个 熟手 啊 来一些熟手 那么 黑棋这个 顶 啊 白棋挡住 黑棋搬 黑棋搬 要奋力呢 这个 想联络 啊 要求呢 跟这个纸联络 当然白棋不会这个 那么 轻易地让黑棋这个 如愿啊 如愿 白棋肯定是 连搬 啊 连搬 那么这个退就不是棋了啊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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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被黑棋轻松 舒服的联络呢 那么 整个这个就是 全功尽弃 所以这个一定要帮助 黑棋打吃 白棋就沾上 由于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啊 这个气呢 是 是非常紧的 黑棋呢 不能来吃啊 吃的话 这个最简单的啊 这个就打吃 你提掉呢 这个一粒也可以啊 简单 直接打吃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结是没法打的 白棋结材明显多啊 这个 在一虎 这个由于接不归太多 这个不行 即使你吃掉这几个呢 那这些 骑筋啊 也 掉了 也就掉了 所以说这个 黑棋呢 不能叫吃 只能呢 保守的力 力 那么白棋当然挖吃 挖吃的时候呢 由于是 劫财的问题 黑棋也不能按照常理呢 去吃这个 吃这个 本来普通是打吃了 度过啊 这样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外面 劫财啊 白棋是明显有力 那么这个被 白棋一打的话 这个黑棋 不行啊 等于说 反正这里都有劫财啊 等于说你就只能 粘回去 那么再一打 这个 整体非常厚啊 这个黑棋呢 呃 常用的招法呢 是不行 那不能打的话呢 现在也不能跑 啊 也不能跑 因为这块棋啊 还没有完全活进 你这样跑出来的话呢 本身脚就被打穿了啊 本身脚就被打穿了 而由于这里肠还是鲜手啊 这一带还有种种鲜手 这个白棋外面呢 也非常的厚啊 脚也没了 这边呢 还出来一块这个 骨骑 里面以后啊 被一打的话 由于没有两个眼 还有还存在呢 收气的问题 这个呢 黑棋呢 也是不行 所以黑棋呢 走到这时候呢 为了确保吃掉白棋 而且呢 不收气 只能呢 诶 委屈的 这个二路跳一个 二路跳一个 这个可以说呢 是吃这块棋啊 为了吃这块棋 在这边可以说是吃尽了骨头 而作为反过来 作为白棋来说呢 是占尽了这个便宜 占尽了便宜 那么虽然你能跳过去啊 白棋我也分不断你了 不过呢 由于你这都是一二路混合爬行 那么白棋呢 也呢 就是说算了 那么 可白棋呢 也就是搬一个 搬一个 黑棋呢 退 那只能把这连回来 好 那么到这呢 可以说呢 在这个局部啊 就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白棋啊 通过这个弃子 通过这个主动弃掉这一大块 在这边呢 收获了一道这个厚实啊 收获了一道可以说 嗯 非常厚也非常高啊 这个如果就是白棋再补一手的话 等于就快从 一路到十路啊 这这这么高的一道这个厚实高墙 然后呢 在 在左边啊 连片 形成一个呢 非常 壮观的这个模样啊 非常壮观的模样 那么这个棋呢 下到这里啊 这个 可以说 这个白棋的整体的弃子作传 告一段落啊 告一段落 那么 这个结果啊 是完了 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哎 来做个判断啊 有时候判断的是不这样的 到底这个结果啊 怎么样 看起来虽然赏心悦目 有时候 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 我们还是得冷静的 坐下来啊 数一数空 是吧 这样呢 才知道这个到底是便宜了 还是亏了啊 得失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黑棋通过吃这个啊 有多少收获呢 这个是八木啊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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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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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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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五手棋怎么看 那么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不说多不说少 就按照每手棋 我们的标准规则 贴七目半 当然日韩规则是贴六目半 那么我们就算它七目吧 七目左右 一手棋七目棋子价值的话 那么五手棋也有三十五目 这是至少的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个棋子当它连贯起来了的时候 这个效率是肯定是要往上增加的 是吧 就是效率可能是要往上增加 就是这五手棋算个三十五目 是至少至少的 其实呢 就是算个四十目棋 也不过分 配合 在很好的配合的话 而作为这一道后市 这个众所周知 大家呢就是说呢 这么高的一道后市啊 至少十五目 二十目棋的价值是有的 还不算这个配合 这个配合都没算算 那么呢 白棋也有将近六十目 这里面黑棋天目 我们都没算 就实际上呢 白棋的这个潜力啊 远远的应该来说呢 六十目棋是有的 即算是六十目棋的话呢 那么白棋啊 也是明显的 可以说是优势 黑棋只有六十目 没有什么发展的 不仅如此 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 棋局到的这时候以后 由于这个白棋死了一块啊 我们我们熟知的 就是死棋有一点好处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什么 劫财多 在这里白棋有很多劫财 那么对于以后 黑棋在这方行棋呢 这个 黑棋呢 是有很多限制的啊 就是不能做出劫 也说一句话 也说不能打劫 一打劫 黑棋就输 这个对你行棋呢 负担很重 同时这个死了以后 大家注意 白棋在这一带 还有非常多的借用 由于这个地方以后打吃 给黑棋只能沾上 这颗纸随时是有可能跑出来的 或者不打吃 它都有可能跑出来 不跑出来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在这个外面 这个跳啊 这个一带啊 就是说 在这个势力范围内啊 就是说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先手借用 所以这个这是 这个后世的隐形福利啊 这个对于这边呢 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啊 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 当然白棋不会轻易去走啊 我们只是说 摆在这里 告诉大家 那么以后呢 这个白棋从这边行棋的话 如果加完以后 对这边 这一挡的话 黑棋的这个木树啊 还要大打折扣 如果一挡到这个的话 那么马上白棋就可以采取 这样的后续手段啊 利 也是决心啊 收官的角度来说呢 我就打吃 打吃 这呢 都是先手 黑棋的这个木树啊 还要呢 不停地往后退让 还要不停地往后退啊 这个呢 也是黑棋这个非常痛苦的 刚才我们都算成木了 算满了才60木 而呢 这个呢 还有可能呢 白棋走了以后 这个木树啊 还要大踏步的这个后退 可以说啊 这个 通过这样的啊 我们这个 一说啊 大家也许就明白了 这个 这个棋啊 就是说白棋啊 能够呢 有取得了呢 这个 优势啊 而且这个优势 可以说呢 还是呢 这个 非常的大啊 非常的大 那么 呃 这盘棋啊 白棋走了以后 以后呢 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 啊 就是 黑棋 势必要进来 以后啊 进来呢 来破坏这个 白棋的模样 白棋呢 对黑棋发动猛攻 由于 这个 劫财绝对不利啊 最后呢 还是 这个 黑棋为了不 太委屈的做活呢 还是呢 在这边呢 形成了一个打劫啊 由于手术很长 我们就不给大家摆了 通过这个 最后打劫呢 黑棋这块 气 白棋这块气脂呢 最后呢 又戒丝还魂啊 通过打劫呢 最后把它又活了出来 那么 结果黑棋这一串 完全可以说是 无功呢 而返 那么 这个棋啊 整体的这个构思 鼓励下的是 非常的漂亮 招法呢 也是非常的紧凑 从这呢 一靠开始啊 这个 黑棋整个来说是 虽然 吃了白棋 但是整体来说啊 我们把这个一摆上 以巨大的 上边的鱼形啊 大鱼形 而右边的一二路混合爬行啊 勉勉强强的吃掉了一块 但是呢 偏偏呢 重了呢 这个鼓励的这个气质之计 可以说呢 在这盘棋啊 通过续盘 这个鼓励的巧妙的这个构思 已经呢 奠定了这个 这种职业棋手的角度来看 可以说是奠定了全局的这个 这个盛事 下的是非常漂亮的一局棋啊 本局棋呢 也是充分显示了啊 鼓励的这个良好的这个大局观 以及呢 精湛的这个计算啊 这两者是不可缺一的 完成了一盘呢 完美的气质作战 可以说呢 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一局棋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